好,歡迎大家來到這個AM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Oscar 我是旺仔 今次我們也請了Boost 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上集也說過會請音樂人 等大家先了解一下Boost Boost,你可不可以跟觀眾說一下 你自己是玩什麼音樂 我玩古典吉他 Jazz吉他也有玩 Rock吉他也有玩 作曲也有做 配樂也有做 什麼都有做 全能音樂人 什麼都玩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玩這件事 什麼時候開始 你是以這件事為你的生活一部份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 由這個 直接投入到生活中那麼深 的感覺 什麼時候開始入生活中 對,可能你一開始玩的時候 未必像現在這樣 可以把它投入到生活 已經連結得這麼緊 什麼時候開始 很難先介定時間 不過一步一步 其實中學的時候 受我大腦的影響 聽Beyond 學結他那些 他經常想搭樂隊 但他不想練結他 就找了你 叫我彈結他 對 那他要玩什麼 他他在工作 他在呢 他去 Dave Media 有甚麼 работы 他的文言 我玩電結他,對樂理的又不太知道 接著我就是學琴,學識風,古增,琵琶 我不辣家 學很多東西 你是自己找老師學,還是怎樣? 有些是演藝學院,接著爵士結他就在香港學 打鼓就跟Beyond的葉世榮 有些淵源 跟過很多人學 其實我只是想學好那件事 因為一入到理工,我發覺跟那些人差很遠 因為他們懂古典樂理,電結他就什麼都不懂 可以說是以前學音樂的人,一定要先學好古典音樂 再玩其他東西嗎? 其實以前不是的,以前我一代以前 電結他的人,Rock還Rock 他們永遠都不會碰古典 古典的人永遠都不會碰這件事 那天我就覺得,其實兩樣東西都是音樂 不需要分那麼多 不需要界定,一定是古典 接著我就什麼都學了 總之中學都學了,琵琶那些,古增都學了 接著就讀完理工之後就畢業 畢業之後就 即是那時候,剛巧阿龔石良 還有Solar Dino 那我就叫我一齊加入他們的樂隊 叫Seven Heads 那個樂隊 逢星期五就在一個 Friday 的地方 現在應該沒有了,在BAR那邊玩 那叫我去吹Sexy Phone 即是有人吹Sexy Phone 居然是這樣 那天經常跟他合作,很大壓力 因為他很厲害 但沒有練過 全部在台上見 非常 是 即是他講一首歌的名字 都沒有歌的名字 一著我一首歌 然後我馬上聽了 即是沒有譜給你練定 Key 也沒有 Key 也沒有 Key 也沒有 直接給你上場有 直接就 那天我覺得是人生鍛鍊最大的機會 一個星期一場 即是現場現學現賣 但是進步很多 之後就發覺 不如再進修 然後我就想去 剛好那時候學開法文 去巴黎學古典結他 即是見識一下世界 所以就是一步一步 之後去完巴黎就 學了古典演奏 演奏完 然後回來澳門就是 入了演藝教 然後再有什麼工作 然後自己 一陣子 一陣子 經驗 所以就 一直玩這件事 到現在 即是可以說 畢業之後 你都沒有說 怎樣決定之後的路 即是決定跟班 我又去巴黎學完 之後再回來 是的 總之都是 有事做就做 不過我發覺 做一做都夠 夠夠吃夠住 沒有所謂 即是一直到現在 是的 在巴黎那時候 你覺得和澳門玩音樂的感覺 有沒有什麼差距 巴黎因為 很多人都冒名而去巴黎 全世界 是很多人 他是懂音樂 再去看看巴黎 到底有什麼事發生 所以是世界各地很厲害的人 高手 對 總之去到就 打了冷戒 那時候我認識了一個 日本的口琴家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認識一班日本朋友 口琴家就說 我不會彈結他 我只是口琴家 不過拿來玩一下 因為玩 你趕著笑那些 不立即 你怎麼拿起手 離開了 很厲害 拍了其他 那些 很酷 張宗 可能他們認識的 那麼多 所以我當時 見到很多 那些人 所以同樣 跟日本人很棒 法國的同學 古典和爵士都有玩 什麼都玩 好啦 其實到這裏 我一聽到BOOST的 或者是音樂的 前半段 都講了少少 我們下一集 會繼續跟BOOST 聊些什麼 可能聊些吉他 那些 如果大家想留意著的話 記得收看下一集 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